梁小龙或许不会想到 自己简陋得来的角色 竟然能让他一举翻红 2003年 已经十多年没有拍过戏的梁小龙 突然接到周星驰的邀约 让他出演了 《功夫》中的反派火云邪神 凭借扎实的武术功底 以及精湛的演技 梁小龙将那个最新比武的杀人王眼活了 我只是想打死两位 或者被两位打死 火云邪神穿着白背心 留着地中海 不急不缓地说出这句经典台词时的场面 更是让我们至今都记忆犹新 其实 梁小龙并非火云邪神的第一人选 周星驰最开始想找的人是谭导梁 此人是香港四大腿王之一 功夫十分了断 可当周星驰找到他时 他却以开馆收徒抽不出时间为由 拒绝了周星驰 周星驰只好另一他人 就在这时 梁小龙闯进了他的脑海 15岁时 梁小龙就进入了武行 一边跟着做五指的叔叔学习北派推广 一边给人当替身 之后又学习了咏春拳和空手道 先后参加了三次全港国击赛 拿到了两次冠军一次亚军 一次在楼梯间 梁小龙遭到了十多个手持力气的混混伏击 结果他赤手空拳 就将人全部撂倒了 他的拳脚功夫如何 由此可见一半 后来被香港电影协会主席挖掘 进入了演艺圈 凭借着出色的武术公主 他在70年代时 与李小龙 成龙 狄龙 并称为了香港四小龙 到80年代 他接连在大侠霍原甲 以及陈珍中 饰演了陈珍 之后名声大振 火遍了大江南北 原本他的星途将一片璀璨 可没想到在事业巅峰时 他竟因采访中的一句爱国言论遭到了封杀 梁小龙到底说了什么 竟会导致他前途竟毁了 因为陈珍一脚的大陆 梁小龙在大陆也收获了很多粉丝 第一次在大陆接受采访时 他激动地表示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祖国大陆 没想到观众对我非常的热情和友好 就像家人一样 这让我非常的感动 作为一名中国人 我默默地祝福祖国经济的腾飞 就是这样一句在正常不过的话 在经过台湾媒体疯狂炒作曲解放 刺痛了某些人的玻璃心 梁小龙引起功分 随即遭到了封杀 那时正是香港影坛大爆发 功夫片享誉全世界的时候 梁小龙却在这个时候陷入了无戏可拍的状态 前途瞬间被毁 在撑不下去的时候 他也曾找人询问该怎么解放 对方告诉他要写悔过书承认错误 这让梁小龙觉得非常不可理喻 他回自己的祖国有什么错 于是便拒绝了 又过了两年 他的经济情况越来越糟 无奈之下 他决定妥协一下 他就在悔过书上写 自己是个五行 什么都不懂 只会打架 可对方却不满意 非要让他在悔过书中写一些胡编乱造的事 比如在大陆没人理他 大家都排挤他等等 梁小龙觉得这就是在颠倒黑白 于是再次拒绝了毁过书 只能继续被封杀 直到1991年 台湾开放禁令 他又主演了《五郎八卦棍》 可在此之后 他又陷入了沉寂 直到周星驰找到他拍公 他才终于扬眉吐气重新翻回 再次火遍了大江南北 伯乐和千里马 本该是互相成就惺惺相细的 可仅仅一年后 梁小龙和周星驰便突然反目了 周星驰怎么也不会想到 他重新捧红的梁小龙 竟然会在爆红后公开斥责他做人虚伪 凭火云邪神走红后 梁小龙签约了周星驰的公司 从此片约不断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 他竟直指周星驰休养不够 做人虚伪 原因则是用金问题 他说自己每次结算片仇时 都和之前说好的差很多 一开始他也没说什么 可后来却发现分到自己手中的越来越少了 想去查看合同 也被公司拒绝了 他觉得周星驰时在抽拥过多 与此同时 他还爆料 公司很多员工都有类似的纠纷 经过媒体的炒作后 周星驰瞬间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随后 周星驰当众回应此事 称一切都是在按合同的 并无不合理之处 他公开喊话梁小龙 如果想看合同 可以随时来公司复印 两人的关系因此闹僵 从此再也没有合作过 两人到底谁是谁非 私下是否和解 我们不得而知 但不可否认的是 如果没有周星驰 梁小龙可能根本没有翻红的机会 当然也不会再有吃也年饭的机会 直到现在 他依然在吃着火云邪神的红灵 而周星驰曾经也对梁小龙十分欣赏 在功夫片场 他还曾大赞梁小龙不愧是老戏 即便是十几年没拍戏 一开机也能立马进入状态 如果两人能继续合作 说不定可以碰撞出更多的精力 可因为金钱利益 两人却走到了反目成仇的阵子 着实让人感到唏嘘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